ACV的市场一直很火爆 我们在这边看到 众多的车大概就是ACV这行了 今天小编又给大家介绍一款 比较日常的大尺寸ACV 它的外观比蓝胜要霸气 动力系统也非常棒 由于它根本不用考虑林肯领航员 今天小编又给大家介绍的是 英威尼迪QS80 它的定位属于硬派玉野 玉野能力在同期ACV中非常突出 下面先来介绍一下它的外观 车子的正面 经济格山的占比非常大 看起来非常的高调和霸气 可能见怪了别的车子的人 会觉得它的设计非常奇怪 影响视觉体验 但是也有消费者更是喜欢 那种不具一个的设计理念 尽管褒贬不一 QS80这样的设计 给人的印象还是非常深的 辨识度非常高 侧面的线条比较平直 比较符合它的定位 背面的设计线条比较柔顺 没有使用过比较流行的溜背设计 但是整辆车的肌肉感 还是能感觉得到 从来说 霸气玩爆现在大火的蓝胜 应该是没人反驳的 内饰方面 它的同样设计比较豪华 内饰主要材质为真皮 搭配水木拼接 内饰的整体感觉 属于不浮夸的豪华感 它的刚响盘 同样是一个亮点 四幅方向盘的按键 设计在了方向盘的两端 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装控采用触摸屏 内线设计 有一些复活的感觉 从你来看 内饰和车身 还有定位还是比较搭的 科技感有一些差 但整体比较适合 浴野风 动力方面 一直是消费者 比较关心的地方 这款QS80动力 使用的是3.0T 双五轮发动机 意见设施还是不错的 这辆浴野搭配 这样的发动机 还是比较贴合市场需求的 发动机不能算是特别亮点 但绝不是它的一个缺点 这款车的主要 竞争对手是 林庚领航员 等同款全只送NCOV 但是小编认为 这款QS80玩报领航员 没有问题